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教了圣保罗37年来说 我最大的得着就是能够见到一些学生 毕业之后在各个社会范畴里面都有成就 无论哪个行业高或低都好 他们都能够建立自己一个事业 还有圣保罗学生对老师也很有感情 譬如我教了这么多年 毕业的同学很多时候都有找我 譬如有聚会 当然你年纪就少了很多 王副说你觉得我们圣保罗学院里面有很多价值观 有没有些价值是很重的 那就是我们四个becepts在下个里面 justice, honor, truth and virtue 这个是一定要坚守的 同时另外一样 就是我都知道 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提到 就是圣保罗精神 all for each and each for all 这几样东西 我应该值得圣保罗继续坚持 我觉得这一个人人为我为人人 尤其是在圣保罗这个大家庭里面 我觉得是永远存在的 现在来说 就算见到很多我们学校的毕业生 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 他除了兼顾自己的工作之外 其实都参与很多其他的活动 可能是参与一些义工 帮助一些慈善团体 或者做很多社会服务的东西 这也是达到了我们所说的 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可能在圣保罗继续教育 在外面有一份工作 他们得到一些回报 但他们也利用他们得到这些资源 或者时间 去做一些社会服务 他服务回人群 那我们一定要保存下去 这是一个全城的问题 来说 那当然学校设施应该要不断去更新增加 那我相信现在我们完成了第一期的改善工程 希望陆续来说 有二三期继续 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教学环境 好的设施给我们的所有同学 除了在学习或者其他科学活动方面 一个好的场地 圣保罗书院170年校庆 希望这个校庆能继续延续下去 到200年校庆我有机会出席 感谢莫弁 继续全金液 借射 展职 住 20击 1 2 3 2 3 4 4 4 その